我現在講過這個法良神屬性查經法 是真是神給我一個很大的禮物 當我親近神 我經常看到神的美善 當我經歷聖靈神的愛 真的湧入我心裏 我心就很歡喜神 神的質素真是好 亦都有人上了天堂 在我上見到那個見證 他說他見到耶穌的時候 耶穌就說 你上了回到地那裏 他說我家裡有好人 我回去做什麼 他不結婚 但是當耶穌說話的時候 他就看了一個波浪籠 他就以為神的波浪籠好像激打他 但是當耶穌一說話 神的波浪一說過來 他說他感動得不得了 他說沒有人去準備好見耶穌 當你見耶穌 你才知道耶穌的美好 當我認識神那麼多的時候 我就經歷神那麼多 我真的會越想神那種美善 我就越喜歡神 我看什麼經文 我都看到神的美善 當我看到神的美善 我就很喜歡祂的美善 我看到任何人的改變 有些人愛主 看到祂心靈的美好 我就說 神就是美好 所以祂能夠改變人 我看到神給我感動 我就看到神那種美好 所以祂感動我 我看經文的時候 譬如這個 《馬太方十一章》 《由八到三十節》 那你不用看了 就聽完我就可以了 這段說到 耶穌說 祂說 勞苦丹重達到那裡 就得到安息 因為神裡面 是很平安的 很輕散的 真的好像 你去到一個很寧靜的地方 忽然間 整個人靜了 又好像我們親人神 那時候祈禱 整個人靜了 這就是經歷到神那種美善 就是耶穌本身 他充滿這種平均安靜 所以你一親人 立即整個人便會鬆 神就是這麼美好 所以你看這個經文 你就看他的特質 神的特質 就是他完全沒有重担 他裡面完全是寧靜的 並且他能夠把這種 寧靜、沒有重担 傳遞給人 這個就是恩免 他本質就是寧靜、沒有重担 這個就是他的屬性 然後他就能夠把這個給人 當你一親人去 你立即就會驚不到 平安、平安、平安 這就是我們 時事 當我們看神的時候 就去看這個經文 看到他的本質 又看到他給我們什麼恩免 然後我們怎麼回應呢 我們回應就是什麼 我們就放下重担 多些真人神 我們就更有平安 即是你看什麼 你已經問他這個問題 譬如這個十二年月流的婦人 當他見耶穌的時候 他不配我耶穌人 他不配我耶穌人 他是不決定的 耶穌可以定他的罪 但耶穌沒有這麼做 當這個女人問耶穌 他會說誰好啊 他很害怕我不敢出聲 但後來他認了 認的時候 耶穌沒有罵他 耶穌就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夠了你 這裏看得出神的屬性是什麼 很接納人 很有親情的同學 他說是女兒 這個女人回家 可能開心不得了 耶穌今天叫我做女兒 放心 他可能會告訴那些子孫 聽耶穌如何稱呼他 他會覺得很安慰 這個呢 我們看這個經文 不要只能看到 我們很多人就看 這個女人得到醫治 只能看這件事 但我們看多些神的本性 他那種多麼美視 多麼折落人 還有呢 和我們有親情的 他會稱呼我們做兒子 和女兒 我們看到的時候 心就會很平靜安穩 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子 希望大家看什麼經文 都看到神的屬性 又看到神的恩典 恩典就是他為我們做人 那他對這個女人做什麼呢 他射免他 他又 醫他的命 又接納他 又愛他 又稱他為他的女兒 那這個呢 就是表達出他的恩典 他的本性 就是他 就是 接納人 是有親情 傳聞聖經 我們看到神什麼屬性 我講一講 大家可以試試看 在記憶裡面 他充滿愛 關心 他接納人 他嚴恕人 不介意我們犯很多罪 他經常陪伴我們 我們犯罪 去找我們 他有智慧 有聰明 有計劃 有能力 他所計劃的都會成就 他又看重人 他會記得人做過什麼 為他做過什麼 他全都記得了 他會大大賞賜 就是神真的 各樣都很好 他又很聰明智慧 而且他的設計是 極度極度精密的 我們的腦 是極度極度精密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看到神的屬性 看什麼經文都可以看到神的屬性 譬如耶穌和門律洗腳 這個經文看到什麼神的屬性 就是耶穌很謙卑 他會有人洗腳 他會接納人 現在個個都服侍 這就是他的本性 每一個經文 你都可以看到他的屬性 我希望大家用心去看 你回家也可以上網看 你回家也可以上網看 就是查經法 耶穌師 查經法 耶穌師 查經 耶穌師 你就會看到這個 法陽神屬性 查經法 或者講道 講道法 也是法陽神屬性 講道法 有什麼經文 我再試試一些 一些經文 告訴大家 讓大家馬上認同 譬如 萬事都互相效 叫愛神 就得應全 這個經文講到什麼 就是神可以在所有的事中做事 什麼事 就算一些意外發生 神都在這件事上 叫我們得祝福 那他怎樣可以做到這些 因為通常人 譬如有病 人家會覺得病 很好的 但是神威的國 在病的時候 就感到我們更加拔著神 當我們拔著神 就更加得福 所以神可以使用疾病 叫我們得福 那這個代表他的什麼質素 第一 第一他就是凡事想祝福人 第二 他有這個聰明智慧 無論你發生什麼事 他都可以在這些事裡面做事 以致你得福人 這個人做不到的 人不做不到 當你有什麼大的事 發生不好的事 困難的事的時候 人是不能夠在那個時候 真的想祝福人 但是神有這個能力 所以你看什麼經文 都看一下神的本性 大家明白嗎 找神的本性 神的屬性 神的恩典 讓我們更加欣賞神 這樣的時候 你看聖經就會歡喜 而你看完 你又應用回 即將這種特性活出來 神是這麼輕鬆 我也很輕鬆 你看到我祈禱很輕鬆 神這樣充滿愛 我是被愛的 我可以享受神的 我也可以愛神 活出神的質素 行不行 那你不能在一下子進步 一人進步一個百分之一 都可以 那你都欣賞自己 多謝主我有進步 就是我經常都覺得 輕輕鬆鬆 有進步 感謝神 進步多一點 更加好 但是未遇到這麼快的時候 都不要緊 那這個查經法 都是幫我 我們親近神的仇 真是很大的幫助 你在祈禱 就將這種特質 會翻出來 大家有沒有印象 記不記得我講些什麼 就是神的屬性 大家可以講一些神的屬性 我剛講完一些神的屬性 我能不能說出來 溫柔 溫柔 是的 好好的 慈愛 還有呢 偏卑 很有計劃 很有計劃 良事 良事 你以為聖結也是很好 有些人不喜歡慈愛 有些人不喜歡聖結 因為聖結是天堂 聖結是天堂 他不喜歡你 他上到天堂 他馬上不會喜歡你 是不是 地上有沒有基督徒 有時不太召立你的 有的 但是上到天堂 他會忽然很喜歡你 因為在天堂 他再沒有聖 所以聖結也是很美很美的 如果你的家是聖結 你家裡沒有吵架 你想想 想 聖結和慈愛都是很美的 所以希望大家 都能夠 時時 從聖結看到神的屬性 繼續 我都說了 如何親近神 第一 我們看到神的屬性 查堅的時候 然後就 讓神幫我們 活出這種神的屬性 也都是有這種 恩怨去祝福的人 然後 宣告神的恩怨 我以前都說過了 整天都說 神在愛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陪伴我的 神定要提升我的 那這些恩怨的屬性 有愛我 和敬拜神的屬性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我歡迎耶穌 我需要耶穌 這兩種可以放在一起 多謝耶穌愛我 感謝耶穌陪伴我 我現在問一問大家 我講幾個屬性 你記不記得 是甚麼 恩怨還是敬拜 我需要耶穌 是甚麼 敬拜 因為我們有 神 神愛我 是甚麼 恩怨 好厲害 神陪伴我 是甚麼 恩怨 就是我 你們都明白了 多一點用 為何恩怨的祈禱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覺得自己困難 麻煩 事情很困難 很麻煩 很困難 在那時候 我們需要宣告 神愛我 神祝我 就算你行 你也可以宣告 讓你更加有力量 我是可以為神做這麼多事 因為神看中我 一陣跟我說 神好看中我 所以我可以為神做很多事 可以大大發揮 這個就是 因為神愛我 所以我有這個信心 互動的討伐 就是一路其中的時候 神現在很開心 但是笑得越難見眼 神現在很喜歡親近我 我一親近他 他就很歡喜親近我 這樣的時候 就有信心 有些人祈禱就是神 你去哪裡 快點來 其實我們不用這樣說 神你找我 是你感動我祈禱 多謝你 然後我說 是神你感動我祈禱的 多謝你 因為你神是親近我的 多謝天部 神你現在歡喜我祈禱的 我就可以很開心 好了 然後最後 就是 信服神的感動 在親近神的時候很重要 信服神的感動 神感動你 不要罵人 輕鬆一點 依靠神 當親近神 我們就信服他 很多時候 在親近神 神就會跟我們說話 會感動我們 一些意念 我們想起有些人 我們在生氣的 不要輸的 有些事我們不肯做的 神就會感動我們去做 所以在親近神的時候 我重複一下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還有其他可以做的 不過要特別講到親近神 有其他可以做 代討 可以為到等候神的帶領 但是我講到親近神得力那方面 第一就是從經文看到神的屬性 看到神的恩怨 我們如何遵徒神 就是三方面的查堅 看到什麼 神的屬性 神的恩怨 和我們如何信服神 然後呢 我們就祈禱活出神的聖情 就是活出神的喜樂 興散 有愛心 有平安 沒有膽子的 然後呢 有宣告神的恩怨 就討過了 神在愛我的 神在祝福我的 又愛慕神 我感謝神 我需要神 我拔著神 互動的討過了 神在愛我的 神現在在陪我的 我一拔著祈禱 我一拔著祈禱 就很開心的 又被神去改變我們的生命 那這些呢 就會幫我們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希望大家都事事保持 因為呢 和神密切關係是長久的 不是一下子的 是長久的 那這一陣子呢 我都和大家有一個 短的親日神的討告 和敬拜 希望大家呢 進入得更加強烈的神的工作 進入更強烈的神的工作 更加呢 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都想下 太太眼了 都想下 隨便 在大蒜 也還可以 太久了 發生了 這就好 是 藍廣 prayers 都意思 我們